到中天新闻的现场 传出行政院的政策有急转弯 27号的晚上决定组合屋的安置灾民政策要叫停 改以兴建永久的住屋为原则 放在屏东县加东站被跑道的组合屋怎么办呢 工人他们还是在忙着装修内部 对于组合屋的喊卡是完全不知情 而小邻村的受灾户 他们听到了停建组合屋是难以接受 他们执疑政府的做法将会对此受灾户造成二次伤害 工人忙着装修组合屋内部 放在加东站被跑道上的组合屋 已经完成九成 内部装修预计在下午完工 他一直跟我们说是2005号要停在这里 互联署也有2005号 2005号就停在这里 现在没关系 因为这边叫就叫 他就在那里 他就使用了 传出行政院决定组合屋安置受灾户的政策 紧急喊卡 该以兴建永久屋为主 战车大转弯 但负责搭建组合屋的施工人员 却完全不知情 旁边还有怪手在整地施工 站在乡公所的立场 我也是很赞成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加东乡 这边的灾区 没有房屋毁损倒塌 加东乡公所说将会是受灾户需求的决定是否搭建组合屋 另外贾仙湘小林受灾户听到传出政府停建组合屋的消息 让他们很错 受灾户反弹 他们说暂住组合屋一边重建家园是原本的计划 更担心永久屋兴建时间太长 会导致受灾库颠沛流离 将会是二次伤害 中天新闻呈剩一张冲滑王月芳 高雄屏隆报导